中国消费者买车普遍喜欢大车 大空间不仅舒适而且有面子 不过对于中国的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普遍能接受价格在10万到20万之间 真的这个价格 小编向大家推荐4款15万预算就能拿到的大空间好车 小编我推荐的第一款车就是启程T90 虽然6倍造型让启程T90整体看上去 略显小了一点 其实车身尺寸已经达到了中型SUV的范畴 车身尺寸为4793乘以1865乘以1571毫米 搭载2.0升发动机 最大马力为144马力 油耗不高 驾乘舒适性也不错 是一款值得推荐的好车 哈佛H7 车身尺寸4910乘以1925乘以1785毫米 扭矩为2850毫米 采用2.0T发动机 最大马力达到231马力 配合了6档双离合变速箱 油耗方面100千米 仅耗有8.5升 H7的行车品质十分不错 隔音水平也足够高 是一款开起来颇为舒适的车 还有就是玉胜S350 作为同价位少数的硬牌SUVG 除了可选柴油车型 还可以选择带分时四驱系统的车型 动力十分强劲 4798乘以1895乘以1852毫米 尺寸大空间更舒适 最后推荐的是重态T700 4748乘以1933乘以1697毫米的尺寸空间 大不说 类似氛围也媲美很多 780万元的豪华车 隔音效果也很不错 跑动机方面1.8T和2.0T两款可供选择 其他马力分别为177马力和190马力 外观性能尺寸方面都很不错 走动机 再参照 来 literary 定习 开 适立 开始 底葡萄 privile